你是不是覺得AI勇極不順手? 經常給你罐頭答案,或者問非所答 要不見到答案就覺得很假 如果你都想將他們成為你的神隊友的話 那你就要看下去 因為懂得寫一個高效率的prong 他給出來的答案會是爭天共地 其實ChatGPT只不過是2022年的11月30個launch 嚴格來說,他只不過是個兩歲半的小朋友 這個飽讀詩書,精通多國語言 還是一個數學神童 他很喜歡答問題 但是有時候他回答你的問題會問非所答 我不是要這些 其實用這些AI工具都是有一個共通點的 你只需要把握四個核心和一個要決 你都可以令到他們精準地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天才兒童還有討好型人格 他很喜歡回答你的問題 還會越回答越精準 今天的所有內容都會有PDF刊稿 我還加上10個我常用的指令 你在下面留言區下載就可以了 下次你要用的時候 照Copy and Paste就沒問題了 好,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無論你用什麼AI工具的話 都需要學會四個主要寫prong的元素 還有我還會給你一個小秘訣 令你無論怎樣寫都好 他都會自動幫你問問題 第一步,我們就是要把天才兒童 帶回到我們的建設世界裡 就是要將他有一個角色設定 當現在有一個想做Montessori教育的老師 開一間play group 需要你AI幫他想一些idea 怎樣去推銷他自己的生意 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跟AI這樣說的 你是一個有15年經驗不滿特疏理教育的專家 這樣他出來的內容就會比較有權威 而且著重理論 又或者你可以說 你會用簡單的詞彙 跟孩子溝通的幼教老師 這個角色就會令到AI生成出來的內容 更加有趣 比較貼合小朋友的 又或者你可以跟他說 你是一個社交媒體背景的專家 這樣他就會懂得去用一些比較吸精的字眼 以及SEO friendly的詞彙 去幫你申請一些內容 第二步就是給他一個明確的任務 指明主題、時間、任何規限 或者想達到的目的 因為如果你不設規限的話 他給你的內容就會非常之空泛 我們給你兩個例子看看 第一個例子就是 叫ChatGBT幫你設計友誼互動 第二個就是叫ChatGBT 設計一個十分鐘在家中進行的 幼兒專注力活動 你看到 第一個雖然給你了很多活動 但是就比較空泛 第二個給你的建議 就是真的非常之專注 在幼兒專注力的活動裡面 如果你是想成立一個更加有權威感 更加有豐富資訊性的內容 其實後者會比較適合 第二個我們又看看ChatGBT幫我們編成一些疑歌 第一個我們就這樣打編者儀歌 你就看到他其實打了一篇 小朋友都會有聽我的儀歌出來 就不是原創的 第二篇我們就寫 編寫的一首一分鐘與手部衛生有關的儀歌 這裡你就立刻看到了 有具體這樣去講我們的內容是有關於手部衛生的 這樣你就會見到他所申請的所有歌詞 都要提醒小朋友要洗手了 這裡你就看到 如果你就這樣很單一地給一個空泛的問題 他就會出一個比較籠統的答案 就好像你在Google search裡面出的答案差不多 好了 那我們幫回Ms.Eva 怎樣可以幫他申請一些更加精準的內容 以及他在IG上推廣 那我們就寫清楚 給ChatGPT的任務 在這一部分我就會打 內容策劃的建議 包括IG、Facebook 裡面要有story、reel、IG post和live 第二我想要免費及收費的推廣方法 第三我要有群體活動的設計 第四我想要他增加我的followers 第三就是要提供上文客 讓ChatGPT知道 他需要給些什麼更加貼合你公司 或者你個人需要的內容給你 例如如果你是想寫一個CV的話 那你一定要給你自己的學歷、工作背景 給ChatGPT 才可以申請一個貼合你的內容 當然啦 這些背景內容很多時候是比較詳盡的資訊 其實你可以整個文件放進去 它都可以自動讀到 又或者你可以給它一個網站 它都會看到的 那這次就套用回我們現在用的例子 我的頻道定位就是 Montessori 幼兒教育中心 服務年齡層是一至六歲 有豐富的AMS及RIE教師任教 ChatGPT就會懂得找回有關這個行業專業的內容 第四就是你期望的格式 你想到什麼格式呢 其實你都可以寫下去 它就會懂得自動申請 段落文本 項目列表 表格 coding 數學公式 或者是流程圖 甚至JSON XML 或者一些對話劇本 如果你說不出結構 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只能夾一張圖給他 也會自動偵察到 你需要在什麼結構 在我們今次的例子裡 我希望他會出一個列表給我的 我會這樣寫 表格分四欄 日期 內容策劃建議 推廣方法 群體活動設計 還有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加上你的語言選項 因為如果你input的時候 是打繁體中文 正常他都會用繁體中文來答你 但是其實如果你想去出英文的話 你後面寫回 用英文回答 他就會懂得回答你 最後就要加回一句 如果你需要更多細節 請向我提問 這句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在裡面覺得 有一些你答得不夠詳盡 給不到一個最適合你的答案 他見到你這句prong 就會懂得自動問你幾個 follow up的問題 你再回答那些問題 他給你的資訊 就更加有用更加精準 剛剛我們有提過四個不同的主要捐數 好了 接下來就真實地做一次操作示範 這次就是要幫Miss Eva 她的蒙德索利幼兒教育中心 設計一個行銷計劃 整個prong 我完整地打就是這樣的 你是一位擁有優教與社交媒體 雙背景的育兒顧問專家 請根據我的目標客戶 提供內容策劃建議 包括IG、Facebook Story、RIAL、IG Post Live 推廣方法、群體活動設計 提升我群體followers 而我的頻道定位是 無德索利幼兒教育中心 電影範圍是1至6歲 有豐富AMS 及RIE教師任教 我要的格式是 表格、分析欄、有日期、內容、策劃、建議、推廣方法 和社交媒體的活動設計 用繁體中文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資訊 請問我 你便會見到 他便出了一些問題給我 我回答這些問題 他便會給我下面的答案 其實你都見到 ChatGPT內申請的內容 都非常貼合 實質可以套用在公司內的使用 所以透過Prom的設計 你可以非常之省時省力地完成你的工作 雖然未必可以第一次 一次過便可以完成到你所需要的目的 但因為你又跟ChatGPT繼續回答一些問題 或者繼續給他多些資訊 他會不斷改進新成 而且在不同的AI模特兒裡 都有機會有不同的答案 我們將剛剛那段文字 再放到現在很熱的Deep Seed裡面 我們看看又會有什麼答案 是的,出來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在香港的用戶 ChatGPT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所以我們都是用ProE去連接使用 但大部分應該都是免費用家 所以每天都會有限制 你可以問他多少條問題 當然啦 其實他怎樣計算他的用額呢 都是看看你要他申請多少的內容和文字 所以如果你的問題問得越精準的話 所有AI模特兒回答你的時候 速度會快些 以及都會用越少的Token去回答你的問題 那價錢來說 Deep Seed應該就是最便宜最抵用的了 因為我們香港的用戶 是無限使用的 只不過是有時太多人用 答不到你的問題 你要遲些再試過 第二個最方便用的 應該是Plasticity Plasticity就是一個進階版的Google Search 他回答的所有內容 都是由網站搜尋出來的 他整合的功能亦都非常強勁 亦都是接近無限使用的了 那ChashGPT和Claw的模型就是比較成熟的 但是香港地區來說 入場門檻最少你都要買個VPN 大概是美金10元一個月左右 然後他每個月的月費 最少ChashGPT就是20元美金 Claw就是18元 如果你是AI的深度用家 需要將這些AI程式 駁到一些自動化系統的話 那你當然就需要付費了 那這四個寫Prom的元素 其實就不是很難 但是無時無刻都需要記住的話 都會有點麻煩 我現在就已經準備了這個教學的教材 在留言區裡面 你跟著連結下載就可以了 裡面還有包含了10個常用的指令給你 那下次你也可以照抄就可以了 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都歡迎在留言區裡面提問 我會盡快回答你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 怎樣鎮成這個包包外容的話 可以看完這條片 下次見 拜拜